防空警報 想起民眾跟著警方指示 躲進避難所 光是台北市就有超過 4600個防空避難所 這些地點包含地下停車場 和地下街等地下空間 可以容納1200萬人 是目前台北市人口的4倍多 為的就是因應 一旦中國對台射彈 民眾可以迅速前往避難 你去看看烏克蘭戰爭 它打過去的時候 原來它也是都是找軍事目標 但是你也很難講 它不會傷及無辜 打到一般建築物 機關或學校 都有可能會受到 炮彈的波及 一樣道理 台灣也是會這樣 裴洛西訪台外媒高度 關注台海危機 路透社特別跟拍日前的萬安演習 並且著重台灣的各項備戰情況 而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 外媒就紛紛喊出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儘管如此 台灣人卻是老神在在 不太擔心會爆發戰爭 因為面對中國的威脅 台灣人早已習慣 平常會看到那些新聞 但是我會覺得說 就是這樣繼續過下去 不會說特別 就是每天很緊張啊 但隨著裴洛西抵台 包含衛報在內的外媒 普遍認為這次危機一觸即發 並指出不少台灣民眾開始擔心 可能真的爆發戰爭 因為中國從原先的 頻頻放話 到現在展開陸海軍演 台海危機急舉升溫 中國人民解放軍 絕不會做事不管 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應對 國際危機組織也在最新的 八月份衝突風險警訊中 納入台海風險 並警告裴洛西的訪台行程 增加美中發生意外危機的風險 不過白宮國家安全會議 發言人刻比強調 裴洛西訪台沒有理由 成為引發危機或衝突的事件 另外彭博也點出三個原因 說明裴洛西訪台 不會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 首先 中國經濟快速崛起 外界預測到了2030年中期 到2040年間 中國經濟有望超車美國 成為領頭羊 到時再出手 對北京更有利 再來中國如果在這個時候 與美國和西方展開互相制裁 將會重傷中國 最後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已經清楚為中國展示了 如果北京貿然掀起統一戰爭 將導致的經濟衝擊 對於這面臨國內動態清零 與房地產問題 導致的供應鏈混亂 與經濟問題 如果再加上西方制裁 恐怕並非北京當局所樂見 歡迎新聞 孫英靈 綜合報導